看一下,上个礼拜主要就讲到有关大概几个比较重要的 像用convif这个函数做黑名单的筛选 其实蛮多工作里面其实就要做两个范围或多个范围之类的比对的话 比如说有哪些是相同的,有哪些是不同的 如果你要把不同的或相同的找出来的话 最简单的方式,其实我觉得用convif是还蛮好的策略 也就是说像黑名单,我要找黑名单出来,把黑名单抓出来的 其实这个地方想来想去,除了convif之外,当然别的方法也可以 只是说这个地方用convif似乎是好一些的,比较简单一些些 当然也有人试着用V乱函数来查询 其实用V乱函数应该也可以做出类似的结果 不过V乱函数它有限制,一定要找低栏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当然方法很多 但是很多地方如果你要比对的东西是没有办法用像convif来做的话 那可能就要想说怎么样用VBA来完成 比如说像有同学问到一个问题 我有把它放在云端白板上面 OK,我把它放在云端白板里面的文字语资料函数 为什么放这边,因为这个同学的问题跟之前的151这一题有点像 151我们是把刮虎里面的字抓到B栏 A栏做到B栏,但是这同学的问题我把它放在最下面这边 就是范例原始资料分割 那你各位待会可以把它打开来 如果你要取得这个范例的话 你就把它这边档案底下有一个下载 那把它下载成以sale就可以了 下载成以sale之后再把它打开 我把它点下去,那就下载了 下载之后的话你就把它开起来 我这边好像有开过,我看一下 在这里,OK,把它打开 那其实这一题的逻辑 其实我来看一下好像似乎不是太复杂 但是有几个点可能要注意 第一个就是说关键的地方就是这个范字号 那这个范字号呢 如果是只有一个,就比较好解 可是它这个题目里面好像是有多个范字号 而且要抓的呢 是不是从左边算,而且要从右边算过来 好像是右边找到的第一个范字号 也就是说我们之前如果用φ函数的话 当然如果找左边的时候OK 可是如果说要找右边的OK,那就会有问题 所以要怎么样反过来找 反过来OK 所以之前我们用φ函数 其实φ可以从左边找 但是从右边找怎么办 这个时候的话,恐怕如果这个不OK的话 你可能要想到就是用VBA 那VBA之前我们用的几个函数叫.e3 有没有 INSTR 这个函数呢 也是跟Find函数有点类似 也是寻找 但是VBA多一个函数 如果你要倒过来 比如说你要从左到右 如果右到左的话,你可以加一个REV e3加一个REV reverse reverse什么意思 颠倒 也就是我如果要颠倒过来找 它是可以允许的 所以有的时候,如果你要找的资料刚好在右边 你其实可以用这个方法来找 OK 那它的逻辑是这样 我的推理是这样 就是找到这个警字号之后 如果有,那就帮我怎么样 把它切割 切割的逻辑是从逗点 找到逗点的后面一直到警字号 这个放到这一栏里面 如果ABC的话,可能就放在B栏 后面的话,有一个叫ID 应该product number 它的号码把它放在这边 也就是警字号的左边放在这里 右边放在这里 如果没有警字号的话呢 那就出现了 这什么?应该是什么? PLS Check 是要检查可能库存不足之类的 所以如果以这个来看的话 但是如果将来的资料量少,你可以用人工 可是如果资料量一多的时候,那你怎么办呢? 你图把链钢,像这个地方 你刚才看到 不过我发现 它除了说,斗点之外 有些是没有斗点 没有斗点就从头找 也就是这个 把它放在这边来 后面警字号后面这些放在这边来 这个也是这样 找到警字号 这个到斗点前面放到这边来 这个放在后面 OK 那当然如果用人工是OK的 只是说如果比数少还可以慢慢来 但是如果比数一多的话 哇,不得了了 如果这边有几万笔资料的话 或几十万,几百万笔的话 哇,那这不得了了 OK 所以理论上这个资料该怎么样快速完成 那这个部分的话 为什么把它放在云端白板里面 跟前面我们文字与资料函数这边放一起 主要原因 其实你可以参考什么 之前那个 这个151这个 刮狐四串 这个里面的VBA 特别讲 这个我想过 其实如果你用fine函数是做不到的 所以以这一题来看 基本上你就不用想公式了 直接跳过了 直接就这样 用VBA 那VBA的话 我们大概用的方法不是丢公式 所以直接就跳到这里 也就是其实你可以拿 之前写的这个VBA程式怎么样 大概来构思一下 拿这个来修改 其实就可以改出我们要的结果 OK 所以这个部分怎么做 请各位也许待会想想看 其实程式大概 我其实会把它写出来 不多 结果如果你们想知道 我是把写好的程式放这边 基本上就是长 有没有发现 4回圈 外面 里面的话一个逻辑 逻辑是什么呢 一样用East Street Reverse 找景字号 但是是倒过来找 OK 然后 else就是如果找不到的话 那我就输出这个 但是要红色字的话 我底下加一个红色字 OK 如果我说找到有景字号的话 那我就找景字号的位置 逗点 逗点的位置 因为如果前面如果假设有逗点的话 那我就从逗点那个地方到景字号 中间的字帮我什么 用MID函数切割 放到哪里呢 放到我要放的位置 所以其实这一段程式就是我们要 我们其实做出来的结果 我印象中这个应该是OK的 如果各位待会有时间的话 可以试试看 我把这个程式run一次给各位看 比如说我这个程式在这里 叫范例原始资料分割 然后按右键我把它插入一个模组 那这个我先把它贴上好了 我这个SOP名称我就这样取 叫MF区好了 如果run一下 看一下结果不OK 各位有没有发现 马上结果就OK了 那也就是如果你对应的VBA写出来 你的事情就搞定了 OK 那如果你不会啦 说真的 也不知道用哪个函数来做 那怎么办呢 你顶多就突发链钢 不过突发链钢太浪费时间了 而且没有效率 然后呢 又很容易做错 OK所以基本上我只是把刚刚的逻辑怎么样 把它转变成这些VBA的程式 程式不多 你会发现哦 Fore圈应该看得懂吧 里面就是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呢 当倒过来找到警示号的情况下 那怎么样呢 就是把里面东西做分割 如果没有的话呢 就是PLS Fore圈应该看得懂 然后呢 把颜色做 有没有 Fore color 试的颜色怎么样 变成红色 就像这样子 OK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请各位如果待会有时间 可以先试着做做看 那今天的话呢 我们大概主要主轴还是放在那个第 五个单元 就是 检视与参照部分 那不过我想 可能就是针对什么呢 大部分呢 其实你会发现 工作里面真的蛮多地方 你没办法用公式 没办法用Excel里面的函数 帮你完成 那怎么办 你只能用什么 用那个VBA完成 比如说什么呢 比如说后面请各位 可以看几个题目 也许我上个礼拜有提到的那个什么 在范例档案里面 请各位一起找一下这个 所属单位查询这一题 这一题上有提到 就是如果我今天呢 希望找这个人 他是哪个单位 那刚好他两个是跨工作表 他应该是居单位 有没有 那可是问题呢 我要怎么样刚好把居单位带过来 陈小明 有没有 陈小明在哪 陈小明 陈大明 陈小明 在这里 A单位 那你要 如果以这样 如果用那个人工的方式 诸葛诸葛比对 是可以做出来 可是如果你公司 员工的人数 众多的话 那不得了 你要找多久 所以有没有什么方式 可以把这个问题解决 那像这一题也是一样 用什么函数 想想看 好像想不到 怎么办呢 写VBA吧 OK 所以其实为什么要学VBA 因为工作很多地方 实际上你找不到对应的那个公式 找不到函数来解决 所以呢 我先demo一下 像待会请各位先看这一题 所属单位查询 如果我今天希望做出的结果就两个按钮 一个按钮是按下这个 自动帮我把什么呢 它的所属单位自动查完毕 另外一个清除 结果应该是对的 这个是答案 因为为了要check到底对还不对 应该都没问题 清楚的话就把这个range的资料把它清空 OK 那至于怎么做 请各位也许先想想看 或许你也可以想想看 有没有插入函数 看看有没有什么减式与参照里面有什么函数 可以做出这样的一个结果 其实这个地方的话 或许 offset应该也有机会 但是我发现 如果即便用函数的话 那个也是非常冗长的一个过程 OK 所以请各位先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